好 我們現在開始大標題叫做常見的力 我們要介紹一些常見的力 包括怎麼換有引力 摩擦力 壓力跟浮力 那麼之前要先講力的概述 第一個什麼叫做力 什麼是力 力 我們說彎弓射箭表示有失力 我們投欄表示有失力 我們的認識力是從力的產生的作用 來看到有力的存在 我們對有失力還有失力的 所以力的效應主要有兩種 第一種會產生形變 就是會使東西的形狀發生改變 我們後面要教的複刻應用這件事情 第二個叫做運動狀態改變 這個是要到國三的時候才要教 三年級才會教這個改變運動狀態 所以如果一個東西有形變 一個東西有運動狀態的改變 我們就說這個東西有受力 受力就是會產生形變 或者是會改變它的運動狀態 反之假如既沒有形變 也沒有運動狀態改變 我們就說它不受力 或者說合力是0 考試題目問下列哪一個有受力 看誰有形狀改變 或者誰有運動狀態改變 運動狀態改變是國三才會教 但是希望你明白 所謂的改變運動狀態的意思有兩種 一種是改變大小變快或者是變慢 第二種是改變方向轉彎 轉彎改變方向 這樣都叫做運動狀態的改變 細節國三我們再來處理 第二的作用方式可以分兩種 一種叫超距力 不用碰到小學做過了磁鐵的磁力 不用碰到就會吸引或排斥 這叫做超距力 總共有三個超距力 一個叫重力 一個叫靜電力 一個叫做磁力 這三個力都是超距力 不用碰到 不用碰到 剩下就是要真的有碰到的 才有感受到的 叫做接觸力 所以剩下都是 這些都是接觸力 盤力 摩擦力 浮力 都接觸力 就是除了上面那三個之外 除了重力 靜電力跟直力之外 其他都是所謂的接觸力 這是我們當委要交的重點 就是我們怎麼知道力有多大 力的測量 要用到輔克定律 所以我們當委要交 這個是這一邊的一個重點 當委再說 那麼有個單位 我們駁二的時候 我們用的單位是克重或者是公斤重 駁三的時候 我們單位是牛頓 兩個單位 所以我們單位的換算 一公斤重等於9.8牛頓 目前沒有問題 目前我們沒有交牛頓 所以我們都是公斤重 都是克重 可是未來國三的以後 我們就開始用牛頓 你就要注意 你的單位有沒有用對 屏幕給的是公斤重 要把它換成牛頓 所以有的時候要用公斤重 有的時候要牛頓 請注意單位問題 你單位不要用錯了 一公斤重9.8牛頓 以後會再交一次 你們會再交一次 這個是這邊那個重點 就是力是一個向量 所謂的向量就是 這個東西要有方向性 要有大小有方向 叫做所謂的向量 力有三要素 大小方向是力點 好 你今天被我K了一下 第一個 K多大力 要大小 第二個方向是直拳 還是左勾拳 還是右勾拳 方向 施力點 是K到你 知道你K到別人身上 受力 施力點不一樣 痛的人就不一樣 所以 力有三要素 大小方向 施力點 根據這三要素的表示法 就是用一個所謂的使航 一個箭頭 一個箭頭 來表示 那麼這個箭頭 就要能夠表示出我們的大小 表示出我們的方向 表現出我們的施力點 大小就是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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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長 一公分 代表一公斤重 兩公分就是兩公斤重 方向就是那個箭頭的位置 方向就是那個箭頭的位置 施力點 就是那個尾巴 像圖上所顯示 像圖上所顯示 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方向絕對不可以搞錯 受力向上 箭頭就要朝上 受力向下 箭頭就要朝下 大小通常不計較 你只能不要畫一個三公斤重 比五公斤還要長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照比例 沒有照比例 但是意思倒也可以 而施力點通常會隨便亂畫 為了好看 為了好看 比如說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東西 受到一個向右的施力 我們通常會畫這樣子 向右施力 可是這樣的畫法 如果你挑剔的說 你的施力點在這裡 那麼這什麼意思啊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是這樣施力的 施力點在這裡 你是這樣施力的 用氣功 用氣功才施力 可是問題是如果你要照規矩化的話 你要這樣子畫 照規矩化你要這樣子畫 這樣很醜 而且如果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會怎樣 會打架 所以不如畫成這樣子 你懂意思就好 你懂意思就好 所以施力點我們經常不強調 會弄錯 會不管它 但是我講過 方向絕對不能搞錯 向上鏡頭就向上 向下鏡頭就向下 大小不是要比例 可是意思要大 大力要比較長 小力要比較短 這個要注意 這個要注意 最後是我們的力的表示法 所以力的三要素 是我們的一個重點 表示法是我們的一個重點 那麼超距力跟接觸力會問 我應該很簡單 沒有什麼問題 最後是我們的第一段 認識力的部分 OK